随着3月中旬的到来 美中100班直飞航班的增航提上日程 目前除东方航空外 所有的中方航空公司增班计划已经正式公布 航班数量的增多 希望能给暑期旅行旺季昂威的票价带来些许的惊喜 而这样的惊喜已经在加拿大上演 航空分析公司Cyremium提供的数据显示 3月份中加之间41趟航班 比2019年同月下降了91% 而票价也已触底 这种好事是不是又让美国邻居羡慕不止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各大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的中美航线具体安排吧 四转航空将于3月31号起 新增每周日成都往返洛杉矶杭州惊艇 增航后的四转航空将于每周二周五 以及周日均有往返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线 南方航空CJ328广州至洛杉矶的往返航班 3月31号将由原先的四班变成五班 增加后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均有航班起飞 除此之外 4月2号起 富航CZ657广州至洛杉矶的往返航线 目前计划每周两班 分别是周三与周日 厦门航空的增航计划有些曲折 先是3月31号至5月5号加密两班厦门至洛杉矶的MF830 原周二周四起飞的基础上临时增加了周三周五 从5月6号之后 以上加密的航班改为福州至纽约JFK的MF850 每周一周五起飞 从纽约JFK飞往福州方向将技术精艇乌鲁木齐 接下来是中国国际航空 增加了两个航线的密度 北京至洛杉矶的CA984 由3月31号起 由原先的每周四周五两班变成每周一周四周五三班 北京至纽约的CA982 从3月31号开始 新增每周一周六 每周将有周一周六和周日三个班次的中美往返 海南航空新增了两条航线 3月31号至5月2号 新增HU495北京至西雅图 逢周二四六之星 5月3号起减少一日 只运行周二和周六 而5月9号起 新增HU445重庆至西雅图 逢周四之星 最后我们来看美国航司的增航计划 目前只有美联航公布了相关细节 美联航将回归洛杉矶上海的航线 自2024年8月29号开始 恢复洛杉矶至上海的UA198 每周四班 去成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直飞 反成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直飞 目前增班的航班都还在等待美方批准后才会销售 但时间已经临近 应该很快就会开售 至于暑期机票的价格是否会降价 我们只能届时及时关注各大航司的官网票价信息了 说起票价 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恐怕要戏上眉梢 疫情开始四年后 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服务受到限制 三月份两国之间的中美航班数 比2019年同月下降91% 这极大的影响了加拿大的旅游业 同时也连带着影响了机票的销售 对此专家预测 加拿大机票价格已触底 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再降 甚至可能还会略有反弹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加拿大一月的机票价格 与202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 与2023年12月相比下降了23.7% 目前的票价 虽然仍比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高出了10% 但相较于美国的回国机票 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麦吉尔大学航空管理项目负责人 John表示 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导致 2023年和2024年初 机票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 在美国和加拿大 延价航空公司为了与大型航空公司 争夺市场份额 提供有吸引力的票价 迫使竞争对手也这样做 随着航班数量的变多 机票价格的美丽 让不少华人朋友开启了回国旅行 但最近 有不少网友表示 中国海关此刻跳出来充当拦路虎 尤其是回国热门入境地上海浦东机场 可以说无论从哪里飞抵上海浦东 都跑不过一一开箱入境检查 并且据网友透露 如果要是从奢侈品众多的鹰法 以及代购重地日韩带回来的行李 更是查得岩上加岩 更可怕的是 不管多早多晚 就算是凌晨也会被查 据一位网友透露 他过关时让所有人 全部开箱排队等待过急审查 一个航班查了一百多个人 从天光大亮一直折腾到半夜一两点 甚至其中有中转的旅客 也难逃厄运 不知道这么严格的入境检查 是否跟从1月1号开始实施的 电子商务法有关 该法规定 海外代购需缴税 并且要注册营业执照 才可以合法地进行 这些代购商品的售卖 目前对于中国籍旅客 携带行李物品入境 海关依照海关总署 2010年第54号公告的标准 进行验放 境外获取物品总值 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 予以免税放行 而超过5000元的部分 都要不缴税金 除此之外 一些不合微的食品 也可能导致补税 甚至乏换 比如在海外 很容易到手的 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 回国后 直接会被视为贩毒 这可就是刑事重罪了 大家可千万别冒险 航班增多 机票降价 对于广大海外同胞们来说 都是大好事 但与此同时 也希望所有回国的人 都能顺顺利利地 通过入境检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